一开始,就是一个壮烈残忍的场面 饱含感动的泪水从嘴角滑落 知识无私奉献了自己 值得我辈,用一生前去追求 不行的话,那就两生 做知识,其实做的是一种运气 你刚好有巴士杀菌奶 刚好有凝乳梅 又刚好有柠檬酸 刚刚好你还有温度计 然后又刚好让它们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 先是老套的兵分三路 第一路是巴士杀菌奶直接抵达战场 做好预热准备 第二路,巴克柠檬酸走水路 等牛奶到达一定温度后 与牛奶混合创造略带酸性的有利环境 随着战场温度的不断上升 潜伏在后方的第三路凝乳梅 也借水路加入战场 没有困难,自己创造困难 没有敌人,自己就是敌人 等待它们的是一场混战 顿时战火弥漫 硝烟四起 说好的难解难分 但还是搞在了一起 可能这就叫做宿命吧 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没事,别瞎混 接下来是一个叠词词的过程 挤烙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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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烙 搓烙烙 剩下的事,只要把定型好的奶酪放冰箱冷藏一碗 然后再稍微烹饪加工一下 只需等待二十分钟 我们就能吃到奶香四溢 绵软拉丝的马苏里拉知识了 个屁 奶在做,天在看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第一次做的知识也不算是失败 只是不能拉丝而已 也就被判了个冷冻师拘留 做知识 可能说到底 也不只是运气 通过判断 看了一遍又一遍别的up主的视频 感觉应该是某个环节出了错误 然后又是老套的兵分三路 不过这次严格把控了细节 先是牛奶预烙战场 然后柠檬酸创造条件 最后凝乳梅一道入魂 果然 经历第一次的失败经验 第二次失败起来 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不用冷藏都知道 这奶酪不但不能拉丝 甚至还有点渣 算了 毁灭吧 但又想想 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于是决定再给奶酪个机会 如果步骤细节没问题 那剩下的就是原料的问题 柠檬酸 凝乳梅 水 都没毛病 那么问题就出现在了巴士鲜奶上 按教程说 巴士鲜奶的蛋白质也可以制作 但为了严谨 我最后一次打算用上刚挤出来的鲜牛奶 可是在井水坑厦门分坑 找这个就如同大海捞奶 但猛男不能说放弃 于是又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终于在一位信林的王师傅那里 找到一个私人奶源 做知识 说到底 做的也不可能只是运气 第三次制作 同样的 先是牛奶预热战场 然后柠檬酸创造条件 最后凝乳梅一道入魂 而结果却变得不同 原来有些事 从一开始就错了 现在挤干水分的奶酪 变得粘连而又有弹性 越烫 越柔 越光滑 终于 马苏里拉之事做成了 把 而故事只会不断地开始 社交圈只会不断地扩大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一个伺机而动的面团 早就等待多时 饱还感动的泪水 再次从嘴角滑落 这次 一个榴莲 也无私奉献了自己 接下来 是一个关于披萨的故事 总有一天 他会找到一张属于自己的面皮 遇到一坨适合自己的榴莲 在某个时候的某个烤箱里 迫不及待 弄熟自己 最后 等待一个结局 饼皮松软 芝士浓郁 榴莲香甜 可能 这真的就叫做榴莲披萨吧 突然我们有了个奇怪的想法 打算用披萨 去换一个闲置的东西 再用闲置的东西 换闲置的东西 做披萨的 不要总是宅在家里 偶尔也要出门做个交易 接着 是寻找第一个猎物 幸运观众 主动出击 往往比守住带兔 更加无耻 但是我们好喜欢 一位来自乌托邦的老咸鱼人 被我们盯上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男孩子就算在家 也要保护好自己 接下来 是一个反面教材 第一 千万不要隐瞒入室 第二 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第三 不要跟陌生人做交易 经过一段时间温情 且愉快的交流后 于是我们换到了一个奇异博士的手办 究竟这个手办在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呢 下一位受害者 幸运儿又是谁呢 请看下期乌托邦 这里是乌托邦 平常的生活用奇怪的方式 觉得好玩就关个住人为难看旧图考谈 想要支持点三连美食找事请退出 这里是每周四更新的乌托邦 每周带你用平常的兴趣 看你平常的时候没有发觉的事 三连亏不了 三连互赚不了 不要让白嫖切断 咱们之间的联系 下次一定也很伤人心 总之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时间来不及了 我都需要还了